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9月2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闻播报 我是Cherry BC长新民主党党领候选人尹大卫 28日下午公布了一项广泛而激起的住房计划 以解决该省的住房负担能力问题 在新民主党党领竞选的一个重大政策公告中 尹大卫说 如果他成为省长 他将对出售住宅物业征收炒房税 尹大卫表示 持有房产时间短 炒房税率越高 两年后逐步取消 达到一定的持有时间 税率就会降至零 因死亡 失业 离婚或残疾等原因可以申请豁免 建筑商也将获得豁免以鼓励住房建设 在该政策实施之前发布通知 以允许人们出售他们的投资物业 并增加市场上的住房供应 尹大卫从2020年起担任BC省住房部长 直到他辞职以竞选党领 目前尹大卫还是唯一的候选人 该计划还要求在省级层面进行改变 要求主要城市中心区域的房屋建筑商 被允许在同一占地面积上 用最多三个单元取代单户住宅 这些房屋必须符合现有的缩近距离和高度限制 另外 符合BC省建筑规范的二级套房 将在全省范围内合法化 市政审批程序改革也将与市政当局合作紧急实施 住房应该首先为人们提供住房 而不是为投资者提供利润 尹大卫说 我们已经通过对投机征税和建造数千套新房取得了性债 但在整个省内 我认为迫切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降低住房成本 为了建造住房 尹大卫提出了一项名为BCBuse的新计划 利用合作伙伴关系 该省的法律权利 融资能力和公共土地 以加快在农村城镇的和城市建设可负担中产阶级住房 BCBuse将特别关注原住民住房 包括保护区内和非保护区 尹大卫还将建立一个新的租赁住房收购基金 部署5亿元的资本支持 以与原住民非盈利组织和合作社合作 购买和保护有风险的经济试用房 并阻止投资者的投机行为 这将与打击投机者的新工具相结合 在犯罪所得收入流入房地产时 扣押黑钱赌注漏洞 并通过新的炒房税冻结短期盈利 尹大卫住房计划的其他部分还包括 省级住房许可将是一站适合简化的 对出租的分层限制将被取消 部分房产的19岁以上年龄限制将被取消 这样年轻家庭有了孩子就不用搬走 仅限老年人的分层限制将继续存在 以确保老年人有无障碍的退休社区 市政当局的住房需求计划 将用于制定住房交付的最低标准 短期租赁公司将被要求向城市和地区 提供有关其社区内 无牌短期租赁单位的信息 将BC省对非盈利组织的资本赠款加倍 以允许在高需求社区开展准备就绪的项目 增加原住民住房基金 并让原住民和原住民主导的住房团体进一步参加 为在传统社区内外的原住民提供资金 建造和支持住房 增加对居住在支持性住房中的人们的工作人员 支持和服务 包括对居民进行合适的文化的规划 治疗和护利 以法确立购置有风险房屋的优先购买权 并保障租房者的住房 结合政府优惠的贷款利率 使用诸如升级参与合作城市的精选地块之类的工具 必与加快审批相匹配 所有的项目都必须具备长期的可负担性 包括房屋出售时建立一个新的执法工具 将允许对可疑的房地产交易进行调查 涉嫌有组织犯罪的购房者将被迫解释 他们如何获得购买房产的资金 而使用犯罪所得购买的房产将被没收 以资助公共项目 尹大卫7月份宣布禁逐新民主党党领 原党领兼兼省长贺景 6月份以健康为由 宣布于选出新党领候卸任 作为三届省议员的尹大卫 曾于2013年在该区击败了前省长蒋惠之 而名声大噪 尹大卫一直被认为是新民主党党领竞选的领跑者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 重申加拿大永远不会承认 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占领区所进行的虚假公投结果 俄罗斯政府于9月23日至9月27日期间 在乌克兰的四个被占领地区举行了公投 亲莫斯科的官员声称 当地居民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支持加入俄罗斯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许多西方领导人都抨击公投是骗局 据加通社周三报道 特鲁多在与泽连斯基的谈话中重复了对该公投的描述 新闻稿表示特鲁多和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被占领地区进行的非法公投 这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 是俄罗斯入侵的进一步升级 特鲁多重申 加拿大永远不会承认这些虚假公投 或俄罗斯企图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的结果 总理此前曾在9月20日的推文声明中谴责公投 称其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进一步升级战争 据俄罗斯选举官员称 扎波罗热地区有93%的选票支持吞并 赫尔松地区为87% 卢干斯克98% 及顿内斯克99% 这四个地区加起来约占乌克兰领土的15% 我们这一期的时光故事节目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在20多年前 发生在欧洲著名的波浪风上的一场悲剧 一辆大卡车在长达11公里的隧道起火 隧道瞬间变成炼狱 车辆不能进退 1000多度的高温 轰好了整个隧道长达53小时 39人在这场悲剧中不幸丧生 这期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由于创纪录的全球通货膨胀 加拿大人在最近几个月里 一直在应对必需品价格飞涨的问题 尤其是超市杂货 但是国民经济问题 并不是导致超市收银台账单 高得惊人的唯一因素 最近多伦多新报的调查显示 加拿大三大连锁超市的食品价格 一直在高于通胀本身的速度上涨 尽管疫情和俄乌战争 确实导致劳动力供应链和制造成本的增加 但Lobloss Metro和Sorbis的利润 在最近都飙升了近40% 高达数十亿加元 加拿大新明珠党现在呼吁 要对这些离谱的利润进行正式的调查 连锁超市利润和食品价格一起上涨 给所有人的钱包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新明珠党领袖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知道一切的成本都在上涨 现在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些成本在慢慢下降 但食品价格并没有下降 事实上它还在继续上涨 很明显CEO的利润在上涨 杂货超市的利润在上涨 但是工人没有得到更多的报酬 生产者没有得到更多的报酬 并且各个家庭也肯定在经历着艰难 鉴于2018年揭露的面包定价丑闻等事件 辛格称这不足为奇 并表示他专注于了解食品定价的最新情况 随着通胀的慢慢缓解 花销却并没有显示出任何下降的迹象 这是公众切身感受到的情况 该党的农业批评家 现在准备提出一项动议 建议议会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 并以征收暴利税作为潜在的解决方案 在房产买卖交易中 一般是提醒买方注意避坑 但最近的法院判决表明 卖家也应该提防 与经济签订的挂牌上市卖房协议 里面的条款可能意味着 即使销售没有完成 地产经济也可以收取高额的佣金 BC省最高法院于今年4月25日做出裁决 要求一对房主夫妇向卖房经济支付 52500元的佣金 但是房子根本没有卖出去 事件追溯至2017年4月 卖客和妻子将度假屋出售 并且与一位买家签订了135万元的合同 买方前后交了7万元的定金 交房日期为2018年7月 但买家最后毁约了 法官在判决中发现 尽管交易没有完成 但存在一份可强制执行的销售合同 法官表示 佣金条款没有提到房屋最后交接或完成 佣金条款披露称 该佣金与可执行合同的存在挂钩 卖房经济已经做了合同的事情 也成功续约 因此法官判了经济 可以拿5.2万元的佣金 即使房子没有卖出去 房地产诉讼律师丹尼尔说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该条款对买卖双方均不利 他说 买家或卖家声称 他们不明白这么重要的条款 为什么不会在法官面前删掉它 律师说 法院通常人会坚持当事人坚持他们签署的协议的规则 也有一些例外情况 例如 当其中一方年纪尚未成熟 英语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或者他们可以证明被利用或受到不当压力 而被迫签署某些东西的时候 根据Raymax Realtywest地产经济兼律师Brian的说法 他经常被要求作为房地产合同纠纷的专家证人 标准表格甚至没有说必须接受或成功完成销售 才能获得所欠的佣金 标准合同上面只写着 在上市期间 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 或卖方可能接受的其他条款和条件 对于从任何来源获得购买该物业的任何有效报价 如果不清楚 他会继续写道 卖方进一步同意支付计算得出的佣金 即使卖方或代表卖方的任何人 同意或接受的购买协议所设想的交易未完成 如果此类未完成 是由于或归因于卖方的违约或疏忽 安省地产协会OREA的发言人Jim说 OREA不会就佣金相关事宜向其成员提供指导 尽管如此OREA的表格每年使用数千次 他们默认经济们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我们所有的表格和条款都经过年度审查程序 使他们与新兴市场法律法规的变化保持同步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根据Brian的说法 解决方案很简单 不要在未更改的情况下签署标准上市协议合同 你可以做的其中一件事是添加一行 例如写上 只有在交易完成时才支付佣金 或者类似的话 他说虽然这可能意味着聘请律师来协助您 但是他敦促卖家考虑这一点 如果你要买卖房产 无论如何你都要聘请律师 因此尽可能的充分的利用他们 这是一个好主意 他可以避免让你头疼 千呼万唤 温哥华港湾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我们的港湾报报 我是Sarina 用粤语陪你及时追踪大风新闻热点 一起关注世界大小事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温哥华港湾粤语台 和你粤语观星大风云世界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